黑客小伙炫技被人看中 加入团队四处展开网络攻击 几行代码就让欧洲股市崩溃 一个电话赚到一辆兰博基尼 国家情报系统都被他们轻易破解 警察将其全网通缉 最终他们真的会落网吗 今天某位就给大家讲一部科幻悬疑电影 我是谁 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 小本是一个从小跑了父亲 母亲因为精神分裂自杀了的可怜孩子 所以他从小就比较孤僻 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 直到有一次他遇到了心上人玛丽 小本发现女神总是考试不过 他就想用自己会黑客技术的特长 帮玛丽拿到考试题 以此博得女神欢心 但是他的盗取考试题的时候 被保安抓了 法院判他在外捡垃圾 在服刑的时候 小本遇到了人精小帅 小帅嘲笑他是个废物 啥也不会 逼急了的小本说出自己懂黑客技术 然后他就被小帅带去见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擅长编程的阿文 一个是搞硬件的胖子 几个人让小本秀一下黑客技术 只见小本几行代码 就让整个城市停电了 事后几人立刻拉小本入伙 他们想一起组一个黑客团队 在网上打出名声 几人先是去商药会议上闹了一场 得到网上数百万点赞后 他们又黑进了欧洲金融中心 三下五出二把欧洲股市搞崩盘了 多次行动让他们引起了网络大神的主意 大神发来邮件 称他们只是小打小闹 上不了台面 气愤的小本一伙 这次想搞把大的 他们把目标定在了德国情报局 利用钓鱼邮件 他们成功黑入情报局的系统 在服务器种下病毒后 小本偷偷还拿走了特工的资料 事后小本为了炫耀 把资料交给了大神 第二天 他们就发现 这份资料里的一个国家特工被杀死了 大神还把所有的事情 栽赃在小本团队身上 他们团队一下子变成了 网络黑客们的叛徒 为了团队清白 几人决定要找出这个大神 小本想到了一个圈套 那就是偷取欧洲情报局的资料 在文件加上病毒发给大神 只要网络大神接收 就会暴露身份了 于是大家开始找各种方法 进入欧洲情报局的系统 为此其中一个成员 还把手弄破了 好不容易拿到资料发给大神 哪知大神轻易识破了小本的小记了 还把小本的样貌 通过电脑拍了下来 同时还让警察赶来抓小本 幸好他机智 躲进地铁通道逃走了 回到酒店 他发现团队所有人都被杀了 走投无路的小本 找到因为他们闹事 被停职的警察 在审讯室里 他把自己遭遇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并表示愿意配合警方 抓住手里有秘密资料的大神 但是要求抓到对方后 让政府抹去他以前的资料 并且给他一个新的身份 仔细考量后警察答应了他 于是小本在网上装成大神 到处做坏事造谣 这让大神的名声一下子就臭了 愤怒的大神向小本发起攻击 这正是小本想要的结果 因为大神很自负 在愤怒的时候没注意 被小本下了圈套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立马有警察把大神抓了起来 解决此事 原本被停职的警察得到表扬 并且还升了官 但是在警察仔细的调查中发现 小本很有可能遗传了母亲的精神分裂 他所说的被杀的伙伴根本不存在 所有的事情都是小本自己做的 他手上还有进入欧洲情报局系统时受的伤 更让警察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但是精神病国家是不会给他保护的 出于对小本的怜悯 警察偷偷放小本进入机房 让他自己在数据库里操作自己的身份信息 随后开车送走了小本 画面转到船上 小本和他的小伙伴陆续出现 不是说他的伙伴是因为他精神病想象出来的吗 原来这是个局中局 他们认为政府不可能同时保护他们所有人 于是在找警察前 一伙人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了停止警察的弱点 为了保护团队所有人 他们冒险让小本尝试攻克人性这样的系统 好在最后成功了 这下团队所有人都可以隐藏身份了 这样的黑客真是厉害 不仅可以攻克电脑系统 连人性都不在话下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